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唇卸妆液呢 我还是用的这一款理肤全的这一款眼唇卸妆液 这个是一个老梗了 我觉得所有认识我的妹子都知道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款眼唇卸妆液 基本上不太会换 尤其是在像现在皮肤比较容易敏感的一个季节 我就是基本上都是用这一罐的 脸部卸妆呢 我最近用的是这一款 Bioderma家的这款粉水 这个是我之前买的 然后现在已经用了一半了 我觉得这款粉水的效果呢还挺好 就是针对敏感肌呢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那么如果我通常不化浓妆的话 大概就是白天擦一个防晒 然后轻轻的擦一个primer或者是粉底 出门的话呢 我就会晚上用这个卸妆 一般是会用卸妆棉 就是这个是我最近在使用的卸妆棉 用这个卸妆棉呢 然后沾取这个呢 来擦拭大概四片左右才能把我的脸擦干净 有脸很大 这两个呢 都是敏感肌可以使用的产品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用的一款呢 是这个卸妆膏 就是RMK的这款玫瑰卸妆膏 这个卸妆膏呢 也是一个老梗呢 就是我很久之前空瓶剂里面有提到过吧 就是我挺喜欢这系统膏的 这个是我之前屯的旧版 不是新版的 就是新版的非常的不好用 差评非常多 所以我用完这个旧版的呢 也不会去回过它的新版了 我个人挺喜欢这个 它的包装味道我都非常的喜欢 没有要特殊使用它的原因 它也没有说是针对敏感性肌肤使用的 但是就是我觉得它卸的还挺干净的 所以就是轮到它了就拿它来使用了 那么最近呢我在使用的一款解面产品呢 就是这款奥尔滨家的氨基酸解面 我用的是他们家这支粉色的 我觉得还挺不错用的 洗完不会有搓盘子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的脸部不够保湿的话呢 它洗完之后脸还是会有一点干 但是这支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它在买货网上我记得才卖20多块 就不到30多块美金 我觉得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作为一支氨基酸的解面来说 而且它是它算是专柜牌吧 就是专柜牌的解面来说 就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好那接下来呢要说一下就是换季的一些小tips 为什么要插在这说呢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要 说完这几条之后呢 再来演示一下我正好在使用的产品 这样就会比较match一点 首先先说第一个部分 就是如果你的皮肤已经出现了过敏现象 那么首先就是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呀 看医生 然后要去查一下你的过敏源是什么 然后一定要遵照医主去吃药 然后去进行一些皮肤的护理 那么如果就是说你是那种 就是你知道你皮肤会过敏 但是就是就只是在换季的时候 你皮肤可能会比较敏感 比较容易过敏的这种人呢 推荐大家就是第一步 就是一定要尽量简化你的护肤产品 不要给皮肤增加过多的负担 就是让你的皮肤呢 因为皮肤它都是有一个自主的 一个修护屏障的能力的 但是如果你叠加太多功能性的产品 在脸上就会让你的皮肤就是负担过重 没有办法让皮肤自身去进行一个好的修护 还有一个就是在你过敏的期间 一定要避免使用一些酸类的产品 还有美白类的产品尽量少使用 通常就是用料会比较猛一些 就是很容易造成就是过敏之类的现象 所以就尽量不要使用 就像我如果已经过敏了的情况下 我使用的产品呢就会非常的简单 就这些你们看到的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 过敏的时候呢 我基本上会使用的产品 化妆水就只有这两个 一个是Evernor的一个喷雾 然后一个是理肤全的这个消炎喷雾 这两个喷雾是我觉得目前为止我用来抗敏消炎效果非常好的一个喷雾 尤其是这个理肤全的这个喷雾 我觉得它的效果很好 它味道是有点咸的 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就是它里面是有那个就是可以帮助你消炎的一个成分 就是如果你过敏的话呢 就是千万不要用洁面再去洗脸了 也尽量不要上妆 你就直接用清水洗脸 然后再涂这个喷雾 都是理肤全家呢 因为就是我来美国之后 每到换季过敏 然后大概已经爆发了有三四次 遵循下来的规律之后呢 理肤全是对我抗敏期间帮助我修护的最好用的产品 没有之一 就是它的成分简单 然后又有效 就是非常直接的一个药妆品牌 然后就是这几个 这个呢是他们家的主页 我觉得这个呢是比较适合 就是夏天来使用的一个产品 就是不太喜欢厚重面霜的美子们来使用 那么这两个呢 也是我最近在使用的产品 这个呢就是大家知道的特安霜 是我一直一直都在用的 大概空掉了不下七八罐了吧 一直都在使用的一个产品 这个呢是LIFE版的 它也会更像乳液一样的质地 然后也比较适合夏天使用 那么这一支呢 是他们家今年新出的产品 是夜间的一个特安霜 是专门在晚上使用的 我觉得他们的效果没有差别 这个会比这个LIFE版的 要稍微更像乳霜一点的质地 跟这个普通的版本 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使用很久 等我控瓶之后 再来给大家做一个反馈 没有精华 没有眼霜 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也没有洁面 白天也不会上妆 但是这个时候 我要跟大家提醒的 就是一定一定要注意防晒 无论你过敏还是没有过敏 无论是换剂还是不是换剂 你都要使用的一个产品就是防晒 我最近一直都在使用这个防晒 是我觉得目前为止我用到 我觉得使用感最好的一个防晒 虽然它的SPF值和PA的指数都不是非常高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指数不是特别高 所以会更适合敏感肌来使用一些 因为其实如果一直使用这个SPF值和PA值非常高的这个 就是防晒产品的话呢 可能会对皮肤就是会造成一些负担 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我是这么觉得的 所以如果我通常就是不出门 或者是长期会带在教室里面上课的话呢 我就会使用相对防晒值较低一点的产品来进行一个防晒 那么就是你过敏了之后呢 我还建议大家有一件事情就是 一定要湿敷 要自己多湿敷 不要敷这种片装面膜 也不要敷那些涂抹式的面膜 我会建议呢 你尽量选择这种成分比较简单的这种化妆水来进行湿敷 因为你的皮肤还是需要定的水分的 并且你需要一个消炎的一个作用 那么像这种敏感肌可以使用的这种化妆水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湿敷的好帮手 看这瓶健康水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已经快被我湿敷完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奥尔滨家健康水里面还有酒精的成分 所以如果你个人对酒精是比较敏感的话呢 就不要使用这个菊来进行湿敷 我呢是会搭配奥尔滨他们家自己家的这个化妆棉来进行湿敷的 很多妹子虽然说它掉棉絮 但是我觉得当你用它来湿敷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包括擦他们家的渗透乳我觉得都挺不错的 好那接下来呢 要说一下我最近好皮肤的一个秘诀 就是我最近使用了一整套奥尔滨的产品 其实主要的就是这三样产品 一个是他们家的渗透乳 然后是这一款红色的复活弹力的渗透乳 还有一个是他们家大明底顶的这个健康水 我觉得我都不用多介绍了 最后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细胞修护精华 是一款基底液的精华 我现在就要来说呢就是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过敏 然后你在预防你害怕你过敏的时候呢 你要使用的一套产品 就是我现在正在使用的一套产品 我建议呢 你如果要预防你的过敏情况的产生呢 就是尽量不要使用新的产品 来添加在你的这个护肤程序里 我每天都会使用这个细胞修护精华 就是早晚都会用 这个官方说是每次要压三本 但我有的时候会压到四本 它是一个让你觉得非常水润的一个精华 然后它真的是会非常有效的 帮助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稳定 我觉得现在它在我心里会比雪花秀那款润造精华要更好用一些 就无论早晚都会使用这一款奥尔滨的这个渗透乳 我觉得这个渗透乳比他们家普通版的要好用太多了 它这款呢就是完全不油腻 然后让我觉得皮肤非常的软嫩用完之后 每天晚上呢 也不是每天晚上 大概一周我至少会敷两到三次这个健康水 健康水呢是一定要自行湿肤的 你擦是没有用的 这句话真的是没有错就一定要湿肤你才能感受到它的好 而且是要在换季这种皮肤可能会比较敏感 随时可能会冒一两个那种红色的那种小 感觉要过敏的那种小块块 然后你用它呢第二天立马就会消掉了 那么在我不湿肤的时候呢 我就会选择用像这样子的产品 就是我完全就是知道它绝对不会让我过敏的产品 一个是SK-II的这个神仙水 这个也是老梗了吧 我都空了多少瓶了 是吧 然后每天早晚呢会先拍在脸上 然后再用化妆名再擦拭一遍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Darfin家的这个粉水 这个粉水呢是 Darfin家呢也是一个就是 方辽的一个品牌 它这套粉水系列呢也是专门针对过敏肌肤 还有对抗红血丝使用的产品 所以呢也是一类修护类的产品 那么如果像你就是拆了一款产品 但是你知道它是抗敏或者抗凶护的 但是你不确定这款产品对你来说 到底会不会引起你的过敏呢 我就会建议你添加你比较熟知的这种面霜 就像比如说你要拆一个新的一个精华什么的 你不确定它会不会让你过敏 你就可以在精华使用完之后呢 使用这种面霜就是会帮助你稳定肌肤的一个面霜 然后来来测试一下 看它到底会不会让你过敏 那么除了这两个产品是我过敏期间 或者是换季期间一定会使用的面霜之外呢 我还会使用的面霜呢是这个 好像有点看不太清 我会把那个字幕什么就产品连接 全部都打在那个下面的信息栏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是Kate他们家的这个养奶糕 他们家这个养奶糕的评价其实非常的好 但是我看很少有人推荐 这个呢也是敏感修护类的一把好手 看它更像乳液一点的质地 它的修护力呢 我觉得如果跟这个李富全的这种相比的话呢 我觉得它没有李富全这么强 但他们家也算是属于那种偏药妆类的产品了吧 你是针对问题性肌肤比较多的 来生产产品的一个这个牌子 所以他们家产品其实都不错 然后这个养奶糕呢也是没有什么添加成分的 没有什么香味 你就压出来涂在脸上就是一种 羊奶的味道 它没有那么腥 但就是感觉是一种奶味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擦的那种雪花膏之类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呢是这种 拔开的 然后是这种按压的这种 一下按出来 然后它就会有这种液体从里面出来 然后涂到手上 我觉得就特别卫生特别干净 然后再把它盖上就好了 那像我最近有的时候会偷懒 或者脸上偶尔会冒一点过敏的现象 我不想湿肤 我比较懒 我不想那样子 那么我就会用一套产品 就非常非常简化的一套产品来 让帮助我的皮肤短 进行短暂的一个休息 就继续喷这个 MUZ家的这个水 就是喷完脸 大概会喷两遍 然后喷完之后呢 等它拍一拍 等它吸收之后呢 我就会选择用雪 这个雪花秀了 就会选择用这款 Fresh的这个过夜面膜 然后来进行一个修护 你会用比你大概面霜平时的 1.5倍量 然后涂在脸上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就会发现你的脸呢 就是很有光泽 然后很软 然后像脸上就是可能 前天晚上有一点那种 小过敏块啊 都会消失不见 我觉得这就是懒人的那种搭配 就洗完澡啊 或者什么就 真的很懒很累 不想护肤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一套产品 然后来说一下 我最近使用的精华 那我最近虽然就没有 因为没有过敏了 所以我就正常使用 我最近在使用的一些精华 一个是呢 我最近开了一个新的 这个SK-II的小灯泡精华 这个是我囤的旧版的了 然后这个用完了 我就可以用新版 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 我一直一直在用 还有一个精华的搭配呢 是这个杜克色修加强版 这个马上就用完了 就剩一点点了 这个是对于我来说 修护脸上的那个 痘印啊退红啊 斑点什么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然后我会用它来搭配 这个赛贝格的这个VC粉 然后我最近使用的眼霜呢 还是这一支月威的 这一支AA眼霜 那它其实也不只是一支眼霜 就是你可以涂到 你任何你想涂的地方 我通常是用它来涂眼睛和法令纹 我最近在使用的这三个新的产品呢 一个是这个杜克他们家的 这个新出的HA紫米精华 这个是我去年 不是去年 这个是我三月份收到的 三月初就收到的一个产品 是他们家 是Dermstore送的那个beautybox里面有的 然后我直接又入了一个症状的精华 是因为我觉得它挺好用的 这个精华呢 其实是让我觉得 它也是一个就是补水类的精华 它让我觉得就是补水的效果呢 比他们家那款B5精华要好一些 但是呢 具体的使用感 因为我很久之前用过一个B5的这种小药 所以我记不太清了 所以我应该会去买一个B5的症状 然后再来做一个对比 到时候再来给你们说 他们家用的两个精华呢 就是这个 一个是Serum Repair 一个是他们家这个玫瑰保湿精华油 我不确定它到底是一个油还是什么 就很多人说它是精华 但有很多人说它是一款就是油状的 我个人觉得它是有一点带油状的精华 所以我通常就是把它用在精华的最后油 我不是每天都会使用这些产品的 我是会根据当天的肤矿来选择 所以就是用的很少 那么你的皮肤 无论是过敏还是没有过敏的妹子们呢 我都会建议你选一款维生素B来吃 就是这个 我最近在吃的是这个 因为我一直在吃这个 我觉得认识我的妹子就久了也都知道了 就我一直在吃这个chocolate的这个BB 它是里面还要添加那个维生素C的一个产品 因为为什么要吃维生素B呢 就是维生素B是可以帮助你增加抵抗力的 而且很多过敏的人士呢 就是医院也是会推荐你去吃维生素B 然后可以帮助你抵抗你湿疹啊 比如说你身上有湿疹 你就可以就吃这个来帮助你抵抗它 或者是帮助你修护它 预防 然后你过敏什么都可以吃 好那接下来还要说两点 第一点就是如果你的皮肤在换季的时候 出现了长痘的情况该怎么办 就除了刚才我之前说的那些系列 就是你要湿疏啊 或者是就用一些就是消炎的一些喷雾什么的呢 我还建议就是你可以选用一款消炎抗痘的面霜 就是我最近用的这款是 Aminous家的这款 叫做益生菌净痘患肤面霜 应该是这么念的 然后我上一个爱用品视频里面也有说过 然后这次呢给你们看就是 我已经快把它用完了 基本上快用完了 还剩个点估计能再用一周多吧 它非常非常的耐用 就你每次只要用一点就可以涂满全脸 但是我建议呢就是它的用量不要省 你哪怕涂厚一点让它稍微在脸上进行厚敷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去睡觉就是完全OK的 而且它呢就是你涂到脸上刚开始觉得 你觉得很油涂不开 然后味道也很难闻 但是涂开之后呢 过一会它就会变成那种雾面的 然后很清凉的感觉 就你明显感觉它在给你的皮肤降温镇定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 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你的脸出现了脱皮 你脸部脱皮呢并不代表你的脸部一定是缺水的 那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缺油 你不可能一开始就知道它是缺油嘛 所以如果就是你进行补水的一个工作 如果得不到效果的话 你再去进行一个就是补油的一个工作 那么如果你是缺水的话呢 你就可以多敷面膜啊 那么换剧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脸保持那个水分充足 像我师傅呢 如果我平时不想用健康水师傅的话呢 我就会选择像这种 这种里面有好几个的这种面膜 这种露露露的这种面膜 它一袋里面有七个 然后也是精华成分比较少的那一种 适合妆前包括你上化妆水之前使用的一个面膜 我觉得就还挺推荐的 非常快速非常方便非常简单 并且出门什么也都方便使用 那么像平时呢 我就会基本上每天都在敷面膜 或者两天一次吧 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喜欢敷面膜 尤其是这种片种面膜 我非常喜欢用 那么如果你敷面膜什么呢 发现你的脱皮状况变好了 那最好了对吧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就说明你的皮肤里面可能是缺油 那么我推荐大家使用的一款 就是油状的精华呢 就是这个 哈巴家的这个美容油 那么我最近使用的都是它 就是我前段时间 其实皮肤脱皮也挺严重的 大概一个月以前吧 就上妆怎么样都会脱皮 尤其是下巴和鼻翼这个地方 就会脱皮卡粉 就会看着就特别恶心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拆开了这个油 那么我个人喜欢呢 把油对在面霜里面使用 我不太喜欢 就是你脸上已经涂了 你再涂一层油那种感觉 那么它涂在这个面霜里面呢 会让我感觉更舒服一点 所以我还挺推荐大家去买这个的 而且他们家这个价格呢 也不是特别高 那么我还有一个建议呢 就是如果你的脸 就是换季过敏 已经过敏了 或者是皮肤比较敏感的话呢 你就尽量不要再使用毛巾去擦脸了 我会建议呢 就是大家使用这种 绵绕筋 这种绵绕筋来擦脸 因为就是 这种绵绕筋可能 这种绵绕筋呢 你把它每次用完封口封好 然后放到比较干燥的地方 它会减少那个细菌的滋生 不是我个人觉得 它会减少细菌的滋生 不会像毛巾 你使用完了之后呢 你就会 你不一定会每次都会洗它嘛 对吧 就算你放到干燥的地方 它可能还是会有细菌滋生 就不会像这种呢 比较干净 嗯 比较干净一点 那么我换季的时候 就会使用这个 这一袋已经快用完了 我已经用完了一袋了 然后这是第二袋 那么希望这些视频呢 能给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请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哟 然后把所有产品的信息呢 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里面 如果你们想知道 哪些产品信息的话呢 就可以到下面看 然后我会把我刚才说的那些 巴拉巴拉巴拉的那些 各个小tips呢 我会截图 然后放在我的微博 然后我会把我的微博名字 也放在下面 或者上方应该会有 应该会打在上面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关注我 然后并且看一下哟 嗯 好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吧 让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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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